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优惠 即使通今天呢 有四点的优惠想要来跟你们分享 首先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 花旗信用卡最后回馈的5%已经发放 紧接着呢 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国泰收购联名卡停止使用 接着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远迎乐家卡8%的回馈即将取消 最后呢 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公告到今年年底行动支付10%现金回馈的无闹深卡 如果说你在寻找一个高活出的数位账户 我这边会推荐你可以申办远迎的banking 只要你今天透过的连接申办呢 不需要邀请好友 就可以想要半年5万块2.6%的活出地率 而他会在次月的21号开始祭席 据来说 如果你在1月申办的话呢 就会从2月21号一路计算到8月20号 如果说你在3月申办的话呢 则会从4月21号一路计算到10月20号 超出5万块的部分 离门槛则是可以想要1.31%的活出地率无上限 除此之外 这边帮大家争取到了额外的加码 只要透过0月申办呢 每个月都会在额外 抽出50点的LINE POINT回馈给你哦 首先先来跟你们分享花旗信用卡最后加码的部分 之前如果说你有参与到我的纠团活动的话呢 符合条件都是可以想要5%回馈的 这5%的吉祥券回馈已经在前阵子发放了 一个人最高是可以拿到1500元的吉祥券 这个活动当时是从3月20号到5月15号 这样已经有符合条件 并且有参与到我的纠团呢 都是可以在额外想要5%回馈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手机上面的简讯 是不是有收到吉祥券的回馈哦 这边还是简单提及一下 花旗即将被并入新展银行 分割的基准日是在8月12号 也就是啊花旗银行的信用卡 将会在8月12号的时候呢 停止服务 在于银行服务的部分呢 最详细的停止时间 我都会放在下面资讯栏 有兴趣你都可以点开观看 除此之外呢 新展这边换卡方向也都希望 维持着权益不动的情况下进行更换 不管是在回馈啊 联名卡或者是隐成优惠 新展这边都还是希望 维持不变来作为更动 至于详细的卡片以及优惠 到底会如何进行更换呢 还是必须等待新展银行的公告 如果说你本来就是花旗救护 但是没有申办新展的话 我这边会推荐可以把新展银行的信用卡给申办下来 因为他这次合并过后啊 信用卡的额度是采取累计式的 也就是如果你两家银行都拥有信用卡的话 合并过后呢 新展银行的额度就会大幅的提升 那我这边啊会推荐你可以去申办 新展ECO永续卡 你今天导致新户申办在合卡30天内 绑定Apple Pay、Line Pay、接口支付呢 累计消费达到1000元 就可以想要1000元的回馈 相当于是百分之百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时候手底其实也算是蛮不错的 有关于新展并购花旗 其实我之前也拍过很多支影片了 那最详细的资讯 我一样都会放在资讯栏 接着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国泰SOGO联名卡的停止服务啦 国泰SOGO联名卡最快将在112年8月15号的时候停止服务 7月底的时候 国泰这边也将会陆续发放Cube卡来取代SOGO联名卡 如果说你本来就有SOGO联名卡 但是没有Cube卡的话 他会换发一张全新的Cube卡给你 但是如果说你本来就同时持有收购卡以及Cube卡呢 就将不会再发放新的卡片给你 而在于目前的统计国泰SOGO联名卡 大概有60万的卡友 所以60万的卡友基本上都是会受到影响的 那我这边也简单解释一下事情的发生情况 首先一开始是SOGO向法院提出仲裁 单方通知国泰 将于今年8月15号终止合约 接着呢国泰那边则是向法院提起救济 但是目前的救济还在审理当中 只是呢依照法规的规定 合约如果有变动的话 必须在两个月前通知消费者 所以国泰才会在6月15号的时候 紧急召开记者会 如果说你本身就把国泰SOGO联名卡 绑在行动支付啊 或者其他自动扣款的项目上面 要记得把信用卡更坏掉 不然8月15号过后啊 这张信用卡就被停用 你就没有办法再执行扣款的服务了 如果说你有被这次国泰SOGO联名卡的事件影响到的话 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 接着则是来跟你们分享远迎乐家卡最新的回馈公告 目前是从112年7月1号一路到12月31号 这张信用卡在过往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隐藏神卡 但是呢从7月1号开始回馈通通都是调降的 在于指定店家的回馈呢 从6%下修到了5% 回馈上限也从每个月500元下修到了350元 所以每个月最多可以消费到7000块 影响最大就在于宅在家指定通路8%的回馈 会从7月开始之后呢即将取消 这个活动当初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300元 所以就多可以消费到3750块 它通路包含了iTunes Apple Store Netflix Spotify Disney Plus等等 所以如果说你过往都利用这个8%回馈来缴纳 以上的订阅平台的话呢 可能就要练寻其他卡片了 这个活动最后一次的回馈 账单结账日将落在112年的7月27号 最后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公告到今年年底呢 行动支付10%的信用卡 这张信用卡呢就是华南SNY信用卡 目前是到112年的12月31号 你今天在网购通路的部分啊 可以向5%的现金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3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6000块 那他网购通路的任务范围非常广泛 但是呢排除了行动支付绑定的回馈 但是啊如果说你本来网购的消费金额就没那么高 又在寻找一个回馈很广泛的信用卡 其实我觉得SNY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张信用卡另外的优势 就能接着符合条件单笔消费满100元 指定的行动支付就可以向10%的现金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3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3000块 他的条件就以为在当月累积消费满额 新户呢是1500元 而在旧户则是3000元 他的指定行动支付包含了 接口支付LinePay iCash Pay Open钱包等等 所以他的行动支付啊其实也算是蛮多元的 虽然说他是有个低销 但是100元以及当月累计消费到1500 或者是3000元 并不是一个太难达到的门槛 所以如果说你在下半年寻找一个网购 或者是行动支付的信用卡 我觉得SNY真的会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之一 如果说你今天申办华南SNY数位账户 在申办这张信用卡呢 就可以想要300元的开户礼 那华南SNY数位账户啊 一样是到112年12月31号 你今天你的门槛在10万块里面 都可以想要2.3%的豁出利率 所以我觉得华南SNY在今年真的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组合 在下半年行动支付审卡除了SNY之外 另外一张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那他呢就是永峰Sports卡 目前的回馈是从112年的7月1号到12月31号 你今天符合条件呢 一般通常可以想要2%的现金回馈 其中加码1%每个月的回馈上下是5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负到5000块 而他的条件呢 就你在当月必须累积消耗达到期间卡卡路里 或者是利用Apple Watch圆满画圈实施 除此之外呢你今天必须下载 汗水不白流的App 那你今天只要透过推荐码注册呢 就可以直接想要7000卡卡路里 接着你今天找符合条件呢 利用Apple Pay或者是Google Pay 在实体通路上面消费 则是可以想要7%的现金回馈 其中加码5%每个月的回馈上下是3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6000块 我觉得绑列Apple Pay或者是Google Pay 可以想要7%真的非常万用 只是在下半年新增一个条件 就是你今天必须在实体通路上面消费 才有办法享有7%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在网购 或者是利用App上面消费 都是没有办法拿到5%加码回馈的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在实体通路 或者你要出国的话呢 我觉得7%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最后呢想要请大家预测看看 2023年下半年的信用卡呢 大多是采取怎样的回馈调整呢 1.回馈提升 2.持平 3.调降 4.其他 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今天影片就给你们分享这边的喜欢 这支影片呢 不要那么喜欢 或者因为我记得开启喜欢 当时还不会说我每次上线影片 想要观众更多生活动态 都欢迎FollowInstagram 或是按赞粉专 你可以加入会员帮助我创更多 精美优点朋友讯定 我们下期见 掰不 今天呢会坐在这边 主要是因为等一下呢 又会有另外的来宾 要来拍理财明天堂的部分 然后会想说 欸那既然这边登楼架好 我就在这边把 即时档楼拍一下好了 那其实我最近真的是也是访了很多的来宾 那我觉得在访来宾的时候 我自己是还蛮开心的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每次访我都觉得我在上课 然后就是除了可以请来宾来之外啊 就有一种一对一教学的感觉 我觉得还还蛮不错的 算是说我觉得每次访完 都会觉得有一种很累的感觉 因为你要事先做比较多功课 因为脚本什么的都是我 就是给他们的嘛 所以我就要上网先去查很多的影片 然后看一下他们每次 可能上节目啊 或者是他们的部落格 到底大概都写了怎样的文章 然后哪一些的内容 有可能是观众感兴趣的 然后再把这些内容呢 呃 写成问题 然后提供给他们 那除此之外呢 有时候 如果说来宾的回答 可以让我再更深入问下去 我当然也会 继续问其他的问题 只是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 诶 为什么 有时候会觉得在看反问的时候 我怎么没有继续在深追某一些问题呢 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剪接的关系 以及有些问题 不太适合一直追问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或者是剪接的关系吧 因为有时候 在剪的时候 你当然是想要让它重点的呈现 而且有时候剪接 我觉得访谈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如果太过冗长 好像也不太好 虽然说我知道每一集访谈 基本上都是20分钟起跳 那其实这20分钟也都是因为 也都是精简过的 不然原本可能是更长 那当然我希望以最精华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所以在中间内容 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的部分 再请大家尽情见谅 那当然 我真的还蛮喜欢访谈类型的影片 如果说你们有什么想要我访的来宾 也都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跟我讲 或者是跟大家分享 看大家想要敲碗的一个来宾 上频道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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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